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才那个视频没声音我录了20分钟我讲的就头都裂了 这是第二遍 但是怎么说 就是怀的对于大家就是我对于工作的热情再录一遍 好吧 到的酸 好吧 这个近期大家也知道我一直在冲啊 这个到年末了 今年这个年初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天天穿着Bullman Gapay 是吧 像个臭弟弟啊 不买东西 然后今年年末为了奖励自己一年的劳动 是吧 这个就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最近呢 是吧大家可以看我身后这些鞋 这套这些鞋呢就是我这次要给大家介绍的 极致昂贵的开枪 首先要给大家看 这这这这这这这太牛皮了 为什么呢 先撩在这里 我们先开始讲比较便宜的 我们从便宜的开始 从便宜的讲 首先就是这个Supreme的这个档 Supreme档怎么说呢 因为这次发这个三个颜色跟一开始上一期那个Supreme档不一样 因为这次主打一个怎么说呢 有一点 其实既然有一点拼接吧 拼接 然后他会又放一些比较怎么说 别人不会用到的一些设计 比如说这种类型材质的就耐提Supreme档跟以前陈湾系Clot跟Air Force One 大家也知道 我玩戏蛮的早了 陈湾系那Clot跟Air Force One有联名的一款鞋很像 那张鞋也是蛮贵的 蛮好看的 因为这个Supreme档就有很特别的感觉 还有就是红色呢 这个红色还有个壮色的感觉 整体会提色很不少 而且我觉得冬天穿夏天穿都是蛮清新的一个感觉 就这个红色 这个红色是那种磨砂红 好吧 就是不得了 就是磨砂红就是很高级的红色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Supreme这个星星 这个星星元素Supreme星星 我觉得就是非常不错 而且一眼就能看出来其实是吧 Supreme motherfucker 是吧 然后这双鞋为什么我买呢 然后买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价格现在怎么说呢 比较相对其他的 比如像红龙虾什么红龙虾这种东西低很多 还有就是它有这个升值空间 因为我们马上了 大家知道12分就要发一双 Off-White和Dunk的联名嘛 因为介于之前的一些东西 大家联名的这个经验都知道 只要联名的球鞋到时候一出 这双鞋的原版球鞋环就会长假 所以Dunk 我最近一直在买很多Dunk 怎么说呢 也不是炒鞋吧 只是觉得这些鞋到后来会变得很贵 可能在后来两三年后我一直不卖 我hold住这个鞋 这些鞋到时候可能就是一样 放这里 所以 对吧 谁都不知道 但是我想说如果你花一个比Retail价格高个一两百刀的话 买这种鞋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是因为 你付出这个钱也不多 然后你又没有说怎么说就去恶虾臀嘛 虾冲 装鞋是值得冲的 这种红色的 然后要讲这个灰色 红色的 但这双三绒当中我会是觉得红色是最好看的 灰色怎么说呢 价格比红色再低一些 价格更亲民 然后 但是我个人觉得灰色其实是这里面最耐穿的 首先是因为它的整体基调 色调比较偏暗一点 然后我觉得就是对于平时可能有一些穿着 比如说我有一种穿搭我也不知道什么风格 上面穿黑衬衫 下面穿那种收脚裤 不是黑衬衫 黑色格子里面配个白T 然后那种像高肌还是什么东西 有种2016年Fear Guard那种感觉 可以适合穿那种风格 这个这双鞋搭配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这双鞋其实算是百搭 因为这双鞋对于颜色要求还是有一点 你需要有一点比如说上身带一点红色的一些搭配之类的 但这双鞋其实就是你无论穿什么都是可以搭的这双鞋 因为这双鞋整体就是暗色调 还有 因为它前面也是一样的元素 前面是拼接嘛 拼接这个颜色 整体来说我也是会觉得会高级很多 然后苏所不说的一样的设计 这个新鞋 所以我觉得这个档这双档算是这几双还有可以拿看 非常重点啊 Supreme 看这个鞋底 这个鞋底 这是me 这是sup supreme 是吧 不得了 所以这个鞋还是蛮值得说的 包括它有时涨价空间 还有这双鞋这个意外 这个 我给你讲没办法 因为我要买一个set 要收藏 要做一个collector 你就要收藏一个set 这双鞋完全就是怎么说呢 我这么说吧 就是比如说三胞胎 这是最丑的那个 这是最不受宠爱的那个 这是大概 真的是这个金色跟蓝色 这个搭配我是没搞懂 然后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穿过那种 什么什么 什么 什么海之宝 兔八哥那东西 就那种小孩子的鞋 那种配色 那种绑带 就这种配色很奇怪 如果说这个颜色 前面是蓝 后面是金 我会觉得好一点 但是这个颜色 我觉得特别特别难搭 我也一种很廉价的感觉 所以这个颜色怎么说 就特别特别的难搭 包括 我不知道这双鞋 你要怎么配 因为这个鞋 而且这个金色 显得没有那么高级 没有那么高端 就是很廉价的感觉 然后 但是 从这双鞋的Restyle市场 就能看出 它这双鞋其实是最 不让那么大家期待 因为它Restyle 就很便宜 Restyle加一点点 所以 就是这双鞋 但是这双鞋呢 怎么说 因为我们要收藏 就要收藏一个set 然后这双鞋 我就准备放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东西 跟店里没关系 我准备放很久 看 放一年 老坛酸菜 放那一年 极致的酸 所以 这是我 算是一个 算是 算是一个投资 就是现在投 因为这双鞋 这几双鞋花了不到 几千人民币吧 一共几千人民币 然后 我觉得 我这个视频为证 我一年后 一万五 问题不大 真的 这双一万五问题不大 而且 就算我现在想穿了 也是一个很便宜的鞋 不是很贵的鞋 想穿随便 随便压马路 这是第一个要讲的 一个鞋 之后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要搞黄色了 这个 这黄色 你知道我跟你讲 这一号计时 这是二号计时 怎么说呢 就是 大家如果关注我师兄 关注我师兄的话 可能就知道 我一直一直很想要这个TOKYO FINE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2011 如果大家有看我2018年 自己看我LOVE的话 就知道我当时就特别羡慕 一个老黑 就穿这个TOKYO FINE 就说 是不是TOKYO FINE DON SHOO BRO 就 我就很酸 到时候虫了一匹 就卖自己的收藏 就没钱 但是 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然后这双鞋又是一个 不错的价格 收的 就很舒服 因为 这个黄呢 这个黄 这个这个黄 这个黄色跟其他的黄色不一样 然后就是 这个黄色是很纯正的黄 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 头牌 哈哈哈哈 就 头牌呢 就 怎么 就是我给大家这么 就是Nike 联名 Nike重要联名 要么就是联名颜色 要么联名 联名就是品牌 如果它没有联名品牌 因为这双鞋 大家 呃 奇怪的感觉就是这么说吧 Daisy Yellow Pretty Dope 哈哈哈哈哈哈 就 因为我们用中文讲来就很很很奇怪了 就 就是这个黄色怎么就很就很纯 就 就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 我给你真不能再讲了 就是 就这么这么说吧 这双鞋的颜色 就是非常的亮眼 很跳 然后又很高级的感觉 然后 你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一直这么喜欢东京嘛 然后我也不知道东京 它是不是为什么要投东京 然后什么都发的 我一直以为这双鞋是跟这双Lanning一样 是2006年发的 发的嘛 但是这双鞋我去查了一下 这双鞋是2011年 Tokyo的那个Jordan23 Store 它 是纪念鞋款 然后它为了纪念这个store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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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门店的开门的时候 发的这双Tokyo 2011年发的这双鞋 然后呢 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什么代表Tokyo 这个东西就是23 这个标志就代表23 23它做了一个一个设计 就是这个标志 然后这双鞋其实上脚 我觉得其实会是挺帅的 但怎么说的 我不配 我上不起 大家可以看我是帅什么鞋 就穿Sakime 就就就就就 比较比较比较贫穷的鞋 因为这双鞋怎么说 因为它不耐穿 然后像你可以可以看这边 如果你要穿久的话 这边会抹 包括这个 因为是老鞋的 一年的鞋小十年了 所以这双鞋我会一直放在我的收藏里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视频为证 因为这双鞋 十年之后还放那里 我跟你讲 就不动了 就是那个塑造板干碎 我都给它放那儿 就搞黄色 就不得了 我跟你讲 这个Mightning和这个Tokyo 这个两双搭在一起 我觉得是我怎么说 我最喜欢的两双 巧 这不是没有质疑 就这两个 我最喜欢的 也是最近我买到 就非常舒服 然后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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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唉 接下来最后重磅 好吧 MCA MCA呢 首先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背景 背景为什么还叫MCA MCA是芝加哥的一个博物馆 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 为什么我会知道 因为我经常去呢 嘿嘿嘿 去了很多次 呃 去个芝加哥很多次嘛 然后 虽然我没去过MCA MCA 这个言canoors MCA 这个一双鞋 然后就简单MCA嘛 所以简单MCA嘛 这双鞋是因为 virgil 这双鞋 就是它在展中发出了非常非常多 就是提前给大家看了非常非常多 early pair 比如说最近马上就要发售那种 巨丑巨丑巨丑的off-wide 和反正就是有一个几双off-wide跑鞋runner 就很丑 然后它在展中也发售了 然后还有它的AJ4 AJ1 白黄AJ1都在那个展中有曝光了 这是个展的意义 然后当天就那时候他们开展的时候 就发这双算是一个突击发售了 DROP这个MCA 前段时间我们C-Con当天 我记得我们也有看到一个MCA附近 就是那个博管附近40公里 可以预约那个发售 也是一个突击发售 但是这双鞋 可以可见这双鞋的量是非常非常少 好吧 我们来讲这双鞋 这双鞋首先是这样的 我们不搞黄色搞蓝色 哈哈哈 搞蓝色是什么东西 这个蓝色就非常的纯正 因为很多人我发现喜欢这双鞋 并不是因为它的怜悯 就是因为它的蓝色很特别 没有Nike之前没有鞋是这样的蓝色 像是那种 牛奶蓝 有这种词汇吗 就是很 很浓 很厚的 哈哈哈 很厚的蓝 哈哈哈 就是 怎么说这个蓝就很特别 很special 跟那个 这个鞋 跟那个鞋 就是一个联名的感觉 就不是一个卖的是一个东西 卖就是颜色 包括这双鞋其实 因为之前也知道 大家也知道 这双鞋之前的版本是黄色 是黑色和白色的 黑色那双其实 就跟普通的AirPods差不多 白色的这双也不耐穿 这双其实是相对这双三双来说 算是比较耐穿的一个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 好 我觉得这双鞋的好看 好有点颜色 还有它这个 比较突 比较就是能提色 这个银色的苏武士 还有这个 怎么说 Alpha的经典设计 这个绑扣在这里 对吧 但是这双鞋其实 嗯 有很好设计的同时 但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特别不耐穿 为什么特别不耐穿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苏武士可以看 看到没有 诶 真的 看一看 看到没有 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东西 如果你穿久的话 这只东西绝对掉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可以看 其实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其实特别特别 特别的容易变黄 因为它会氧化 包括我们所有店里 所有All-Fi的球鞋 都是我们都会包上膜 因为它就会氧化 你无论包膜 只要你一被阳光晒 氧化特别严重 到时候你说 你穿个黄色的鞋 你嘎嘎 这边像被尿痴似的 你说谁 哈哈哈哈 谁 再贵的鞋就没有牌面了 这不帅了 对吧 你说你穿个蓝鞋 嘎嘎 就感觉你刚撒尿 尿鞋上的那样 感觉没妙你知道吧 所以这双鞋其实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收藏的鞋 我这双鞋怎么说呢 我准备穿一双放一双 但是 我一看到这个质量 我也不确定了 因为 很捉急你知道吗 还有就是怎么说呢 它这里 其实这个 这个东西的质量 也是非常的差 可以看 就所有off-eye这个设计 都是off-eye的通病 还有一个就是 它这个Air 大家可以看这个Air 印的非常非常不清晰 我不知道Vergio 是不是要搞这种 像是Vintage这种 Age这种感觉 但是 我觉得 我真的 你穿几次 我可能它这个就会掉 所以 怎么说呢 它毕竟就是个普通 要是说 所有的发售价 就是215美金 之所以能弄那么高 就因为它限量 但是 如果你们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 其实但是这个鞋的颜值 绝对是算今年发售球业中 比较高调的 所以这双鞋怎么说 也不吞搭买 但是就是 如果你们如果喜欢下 比如说 哎 一双鞋放家里面 感觉很帅 可以给整体的这个装修 比如说你们家里 是有个鞋墙之类的 要放入排面的鞋 这双鞋还是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 但是这双鞋现在价格也比较贵 也一万七八了就日明币 我们就有两双 这是我借你两双 因为一双 拴一双 你可以包起来 这双放了 这双准备穿了 所以这是我们 这次视频要讲 就是给大家介绍的东西 所以我们昨天讲完了这个鞋 然后正好今天 因为本来这个视频 其实昨天就结束了 但是因为 我们 我又买了 你看大家可以看这三件 这三件是等于说 Supreme的一些 冲锋衣 还有羽绒服 大家给大家讲什么 这是我 今天收的三件 第一件呢 就是大家也知道 我视频里经常上升的这一件 灰 灰爆纹 这个衣服的稀少可能 大家可以不用 已经不用说了 基本上 你们玩Supreme 就买Supreme 如果你是近期开始 接触Supreme 这件衣服的知名度 就有点像 比如说像Air Easy那样的存在 而且这件衣服 其实是全新的 我以一个还OK的价格 市场价 也不是 市场价稍微低一点点 买这个衣服 然后 因为我那一件 我那件灰的 已经能穿的 因为那件衣服 我买了五年 没洗过 然后我想说 是不是 是时候再弄一件新的 正好有机会 还联系到了 就有人出这一件 还是全新的 还包装都在 所以就很棒 买了这一件 这个Supreme 老的这个 汇报纹 然后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因为我想说 是不是最近 多伦多这个天气 开始变凉了 冲锋印 其实也开始 怎么说呢 开始变成实用 然后这一件 暴力层 其实延长很久了 因为虽然它很像皇位工人 对吧 很像修车工之类的 这种感觉 但是 就这个颜色 我觉得其实还是蛮粗跳的 就是蛮潮的一个颜色 还有整体也是比较干净嘛 就是也是没有什么 过多很花式的 很花的那种设计 我还蛮喜欢这个颜色 然后 这是一件 这件暴力层也是一个 这个暴力层也是一个 还不错的价格入手 还有一个就是 比较最重要的 来讲的就是这个 这个落叶 这个落叶 我记得特别听说 2016年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我 当时还没有 没有怎么说 有很多钱买 买这些衣服 鞋子之类的 然后 后来有钱之后呢 我当时记得我 想用1300刀买 一件落叶的羽绒服 但是当时 就是整个能 我在动作找很久 只有找到L 所以我当时就 搁置了这个事情 然后呢 这次正好它 就是它是 这是一个卖家卖给我的 它说它有这一件 闲置的 然后 虽然是这个冲锋液 但是怎么说呢 也是算远 我当时这个 没有完成的一个梦想 就是等于说 因为当时 没有买到我的size 正好这个 虽然是冲锋液 但是是我的size 因为一直对这个 落叶这个款式 还是蛮喜欢的 因为当时 比较火的不是 落叶跟雪山 雪山我觉得 大家有点太爆款了 落叶其实还好 然后 这件 这两件 其实最近穿也还不错 然后 这一件 爆纹呢 等冬天时候再穿 所以这就是 基本上这个Supreme 我这个这几天 买了几件Supreme 这几件Supreme 大概花了大概 也是大几万 大几万人民币 所以说 我最近是真的没钱的 然后要预告一下 就是我们等一下 因为这是第二件视频 我们等一下就会去 这个准备去排 Trival Scott的一些东西 Trival Scott的merge Trival Scott的一个鞋 收鞋 然后排队一些过程 给大家记录看 然后大家记得关注下期视频 最近钱花比较多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最近 喜欢视频的这个速度 也变得快很多 因为我想年末的时候 冲些业绩 我毕竟算是个YouTuber 是吧 之前说自己不是YouTuber 现在过了一万Supreme 可以说自己是个 真的是YouTuber 我们现在年末了 想达到一个一万六 对一万六 一年涨一万吧 一万六这个Supreme 然后也是最近 很努力发视频 然后包括我想要 大家在评论上写 下期Savage Talk 你们想听什么 你们想让我请什么嘉宾 你可以跟我讲 我可以尽量去弄一下 好吧 就是说差不多这期的视频 然后我这期视频 就等开箱 我这段时间买了所有 这一星期里面 买了所有的 差不多五万人民币 就是没有很多 就一点点 然后好吧 差不多就这期视频 我如果你们喜欢我的channel 的话 like to follow my channel 还有我的Instagram 在这里 你们如果喜欢的话 去follow我一下 还有我们店的Instagram 然后我们店的Instagram 平时Instagram 都会发很多 很多好价 货物的事情 还有很多不同的很大的event 好 这就是Savage Talk 我们下期再见